今個禮拜請來耳症綜合醫療中心的陳慧中醫師 教一下我們的婦女如何提升懷孕的機會 陳醫師 你好 你好 很多婦女準備上生嬰兒的時候都會想盡辦法 例如吃葉酸或其他的補充劑 陳醫師 其實在治療的過程中 有什麼小提示要提醒我們的婦女 要這樣做就可以大大提升懷孕的機會 我回看我們的病人 很多時候他們都有一個體重的問題 要麼就過肥 要麼就過瘦 如果是過瘦的病人 例如低於50kg的病人 我有時候都會叫他回去好好吃好東西 養好自己 因為如果你太瘦 就算懷孕了 養到嬰兒的情況都會有影響 不是太理想 另外過肥也是 因為過肥也會有很多脂肪在身體上囤積 我們的女性荷爾蒙 其實是會儲存在脂肪裏面 你會太過肥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影響你的荷爾蒙失調 太胖太瘦 另外一件事 很少人說 但其實我們發覺在臨床上 有些人是因為她健身過度 令到她是一個好像很肌肉型的女士 其實很多時候 由於你的過度健身 你都會產生更多的男性荷爾蒙 這都會影響你的懷孕機率 所以太多運動又不行 太瘦又不行 保持適中的體重 還有我想說一說 其實你吃東西都很重要 你的營養均衡 而且你不能吃太多的生冷食 影響到你的人變得寒涼 我們經常說公寒不孕 首先你自己要做好自己 那你就會增加你的懷孕肌肉 真的聽了陳醫師 大家就要留意 好好管理好自己的體重 就準備去生嬰兒了 謝謝你陳醫師 不用